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她选择来到一处偏僻的小村当个派出所所长 来到这里后的英美常常在房间里独自饮酒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一天夜晚她围住散心 最无意发现了一位小女孩在路边奔跑 于是她急忙追了过去 可都没有看到小女孩的身影 隔天英美在巡逻工作时 却看到一群学生在欺负一位小女孩 当她赶跑那些中学生后 却发现被欺负的人 就是昨天被自己泼了一身水的小女孩 英来询问情况 小女孩什么都没说 只爆出了自己的名字 孙道西 因为村子病不大 所以村民便举行了派对 来欢迎英美的到来 可她天生就不喜欢乐闹 为了不让村民伤心 她努力地带到了最后 而在回家的时候 英美发现路上有人在追逐 她急忙下车查看情况 却发现流氓田野正在殴打道西 于是英美期忙出手制止 并将喝了烂醉的田野带到了派出所 没错 道西就是田野的女儿 但只是妓女 而在英美阻止田野殴打道西时 道西的奶奶才出手阻止了英美 对于苏妮的死活 她貌似非常不在意 等田野醒后 英美便警告了田野 让她最好别再欺负道西 于是有一天 英美又在村里巡逻 却发现道西在自己屁股后面跟着 看着楚楚可怜的道西 英美将她带回家中 给她吃了好吃的炸酱面 并教她警察尽力的手势 但这过程 道西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而吃完饭后 英美准备将道西送回家时 却遇见了在寻找道西的奶奶 可怜的道西因为没准时回家 又挨打了 但这时 英美也没办法劝阻 一天英美在跑步断练时 却看到了活蹦乱跳的道西 她才发现 原来这位一直闷闷不乐的孩子 其实也有活泼的一面 可在一天夜晚 道西主动地找上了英美 显然她又遭到了家暴 在隔天道西的奶奶竟然去世了 但当田野赶到现场 却发疯地要打道西 因为她将母亲的死亡 都怪到了道西身上 而失检后的结果 是奶奶醉嫁 自己冲了下去 在夜晚 道西淋着雨又来到英美家 她只是能想到的救命稻草 也只有英美 在给道西换衣服时 英美愤怒地想去杀了田野 可却被道西阻止 因为道西身上浑身 都是挨打的伤口 这一夜 道西住在了英美家里 隔天英美还带道西出门逛街 两人在这过程 显然是非常愉快 两人回到家后 道西欢快地跳着舞蹈 看着可爱的道西 英美的心情 显然也非常愉快 但让人心烦的田野 却找上门来 她醉醺醺了 想将道西带回家 可却被英美给哄了出去 为了缓解压力 英美在浴室里泡澡休息 而道西 此时却想跟英美一起洗澡 看着道西身上的伤口 她非常地心疼道西 终于 英美躲避的人 找上门来了 当道西看着这美丽的女人后 她本能地产生了抵触 没错 英美的爱人 就是这位漂亮的女人 两人在海边聊了许久 并在饭店里喝了酒 酒精的刺激 让两人的感情 再次摩擦出火花 但暧昧的一幕 却被田野给看到了 回到家后的英美 却发现道西 将家里弄得一团糟 她穿着英美的制服 然后发起着酒疯 将道西安抚睡觉后 英美此刻 也非常迷茫 之后田野又惹出了一件大事 因为她非法雇佣的偷渡者 并拖欠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但田野并不担心 她威胁英美别多管闲事 布兰就将那晚看到的事情 说出去 回到家后的英美 身心疲惫 好在懂事的道西 安慰了英美 但此刻英美 却让道西赶快回家 不知道发生何事的道西 在睡觉的时候 不断的道歉 她以为是自己 让英美生气了 但隔天 英美还是让道西赶快回去 这让道西非常气愤 她突然感觉 自从那个女人出现后 英美就变了 于是她质问英美 和那女的到底是什么关系 正常田野 又醉醺醺地找上门来 本来自己心事未了 还被这家人使劲地折腾 于是英美将两人都赶了出去 可在隔天 田野又老实了 她将怒火全部转移到了偷渡者 当英美要将田野抓走时 却又遭到了村民的指责 说不应该抓田野 简单偷渡者被村民给排挤了 工作上的压力 以及道西和女人的事情 让外表坚强的英美 逐渐地崩溃 之后 英美被田野举报了 说英美心情未成年少女 在没有查清状况前 英美暂时被隔职了 自从英美走后 道西开始对田野百依百顺 无微不至 不管田野怎么对她 都不再生气 可在一天夜晚 道西躺在了田野身边 然后拨通了警局的电话 田野也因心情未成年 而被带到了警局 道西也急往到警局翻供 将英美救了出来 出来后的英美 要被调往另一个分局 在拧走前 英美找到了道西 询问起田野的事情 因为此时英美顿时感觉 奶奶的死亡 也有可能是道西计划的 但看到道西那张泪脸 她突然不忍心追问 在前往分局的路上 同时跟英美说起了道西的事情 说道西 不知道是不是从小没有母亲 所以让她跟同龄的孩子 完全不同 这份话 让英美突然醒悟 她在海边找到了道西 将她给搂住 并承诺 要带她一起走 因为 他们是一类人 从小的悲惨遭遇 让道西变得比同龄人懂得多 她必须得懂 因为她没有依靠 所有的委屈 都只能她一个人来承担 当英美都出现后 道西终于体会到了 什么是爱 虽然两个人的感情 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但爱情 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不过也真的希望 世上的孩子 都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孩子懂事 是好事 但他们没必要承担太多 一个美好的童年 才能让孩子 更加健康地成长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